巴西里约热内卢 这个信息有谁比他大 的确就是因为很热闹 本周世界最大的焦点 就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 国国时间8月6号 奥运即将登场 里约到底准备好了吗 那最后倒数的时刻 全世界还是存在许多的质疑 那例如交通问题 奥运的地铁8月1号正式通车了 那资卡恐慌又怎么样 世卫组织说 里约奥运期间 人们感染资卡的风险很低 可是治安呢 持续的示威呢 还有上个周末还发生了奥运火炬 在船地的中途被人扑灭 被那些示威人潮扑灭的这个情况 还有比赛场馆和奥运选手村 也引来恶平如潮 世界的担忧可以理解吧 还有还有刚过的周末 翻船的项目的赛场 发生了倒塌的事故 所以余希 这大家看起来都很担心 距离里约奥运会的开幕时间 还剩下四天 让我们再问一次 里约准备好了吗 倒数四天快马加鞭 位于里约西南部巴哈新区的 奥林匹克公园 已经基本竣工 这里共有九座场馆 其中七座是新建的 这里将举行16个奥运项目 主要新闻中心和奥运选手村 也设在这里 姗姗来迟 但总比不到的好 筹备里约奥运的最大笔开支 耗资31亿美元 原本今年年初就应该投入操作的 里约地铁四号线 在八月一号这一天 也终于正式开通运营 巴西代总统特梅尔 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是第一批乘客 这条路线全长16公里 连接里约市区和巴哈区 所以当地人也把它称为奥运地铁 一切看似准备就绪 但是当地时间星期六 奥运翻船比赛场地 却发生了邪道倒塌事故 索性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但是难免会让人再次质疑赛场的安全 奥运主办当局表示 瓜纳巴拉湾海浪大 才会导致邪道损坏 不过不会对比赛造成影响 无论如何在海滩边 设立起的电视台摄影棚 看起来岌岌可危 工作人员忙着堆沙包 就希望大海浪在奥运期间 不要再来搅局 不要来搅局的 还有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资卡疫情 里约地方卫生局官员 尝试用数据来说服大家 到里约参与奥运 感染资卡的风险很低很低 星期日里约街头 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以热情著称的巴西人 不是在迎接因为奥运 前来的访客 而是继续上街宣泄他们 对被停职的总统 罗塞夫的不满 还有对贪腐的厌恶 本届奥运还有一个看点 那就是第一次出现的 难民代表团 团队中包括五名 南苏丹运动员 两名叙利亚运动员 两名刚果难民 和一名埃塞尔比亚难民 奥林匹克是全球 最富盛名的运动盛事 有幸参加对他们来说是梦想成真 奥运其实也是世界各国之间和平 有益的象征 这些难民无法代表自身的国家 而必须在奥运五星旗帜下出征 这也成为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大讽刺 对这个世界的最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诺 暮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